美联社报导 德国警方20日表示 他们已就英国劈头四月团主创约翰·兰农 纽约庄园失窃案逮捕一人 此人涉嫌处理从庄园窃得的赃物 包括约翰·兰农所写的日记 警方并未透露嫌犯姓名 警表示是一名58岁男子 在柏林被捕 另一名嫌犯居住土耳其 目前警方仍未找到此人 警方发表声明 指出赃物包括日记 是2006年从兰农一双小野养子 所居住的纽约庄园偷走 这些赃物出现柏林后 当局今年启动诈欺汉销赃调查 并没收了一些赃物 英国劈头四月团主创约翰·兰农 与妻子小野养子 1980年的档案照 两人一起抵达纽约的金曲工厂 《The Hit Factory》录音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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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S 104 Flows AP Credit Associated Press分享